自我不能得到解脱 虽可渡人 但伤不留神 连自己都会再一次陷入轮回之中 就犹如你自己不会游泳 你到大海里去救人 当你还没把人家救到 可能你自己已经被淹没了 非但救不了别人 连自身都难保 所以 修心首先要管住六根 然后进一步管住自己的六尘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一个人成佛 首先身处红尘 心要如如不动 师父还说 而我们人却经常 甚至随时随地 被环境牵着走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记忆中第一次先生 因为工作中的不平 对我发火 第一次慈悲他 可怜他 并微笑转移话题 学佛念经四年多 嘴里一套套 佛里佛法一套套 感觉有何意义 却没有度到先生家人 念经修心 无知愚痴 攀缘执着 激进应来 不懂得守戒 没有智慧 不懂转换 动不动发火 没有定力 丝毫没有让家人 感受到我学佛念经的法喜 不懂 虽然和家人的缘分是假的 因果确实真实不虚的 唯有借着假的缘分 修真的灵魂本性 一点一滴念经消夜还债 积累功德 一点点的擦洗内心的污垢 肮脏的灵魂 学佛真的来不得半点虚假 脚踏实地实实在在 不能划中取宠 不改毛病 不好好表法 结果 因果丝毫不陪我们演戏 感恩师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转提神咒真的是太灵了 以前我看到同修 修习心灵法门的灵验势力时 认为那不过是几百万同修中的一部分 有可能就是巧合 没想到才两天时间 菩萨就帮助我找到了工作 更神奇的是 工作地点就在我家附近 正满足了爸爸的心愿 我坚信这不是巧合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君洪台长 感恩东方台工作人员 我一定好好修习心灵法门 各位同修 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菩萨一定会在我们困难的时候 帮助我们的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学习白话佛法第八册第十四篇 控制杂念随遇而安 分享 今天一位师兄给我流了一大段语音 他昨天参加了一个网上共修 法喜充满 正能量具足 他建议我也参加 向他们的共修学习 同时 他也很中肯地提出了对于我们这边共修的建议 听完他的留言 虽然我认同他的观点 但是不免起了很多杂念 负面的想法 正好学习白话佛法 看到这段话 一个人在想一个念头的时候 有前念 然后有今念 后念 过去碰到这个事情 曾经想过用什么方法来对待它 就叫前念 然后有今念 就是现在当场的念头 后念 就是还没有想到过的念头 你的前念 主控着你的今念和后念 仔细想想自己的念头 当下 所产生的负面的今念 完全是基于自己 没有改变的前念 之前对于共修方式的不完全认同 以及对于我们这边师兄们状况的不变看法 导致了负面的今念 甚至差一点 产生了负面的后念 感恩菩萨慈悲加持 让我在这个关键时刻 看到这段文字 让我仔细去分析 慢慢明白各种缘由 从而转变心念 今非昔比 共修的方式是在不断改进提高的 师兄们的状况 也是不同于以往 看到错误的前念 修正负面的经念 产生正确的后念 继而采取积极的行动 感恩 感恩师兄的分享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摩赫萨 感恩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 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慈父 感恩东方台秘书处 今天怀着无比感恩的心情 来分享一件事 本人白天正常 晚上临睡前尿瓶 将近十年 看了无数的中医 西医 都说没有病 也就是说 他们都认为 我的病看不好的 甚至有一个女西医 语出惊人 让我憋着 不要上厕所 然后我问她 那我憋着就没法入睡啊 她说 那我也没办法 我明白 我的病 只有菩萨能救我了 我几千张小房子 给导致我尿瓶的药精者 又念了几千张超度孩子 然后几次跪在佛台前 求菩萨救救我 每天晚上几十次的尿瓶 有时真感觉生不如死 但我明白 现在不能死啊 现在死的话 业障这么重 怎能上天 我请菩萨给我感应 是孩子没超度走 才导致尿瓶吗 结果菩萨慈悲 我梦见 我的孩子 坐在我的腿上 现在尿瓶的症状 反反复复 时好时坏 孩子也超度走了 又回来 反反复复 但我坚信 总有一天 菩萨会帮助我 把我的孩子们 全部安排到善出去 我的病总有一天 会完全康复 现在的日子 除了感恩 还是感恩 今生今世 永远永远 一门精进 永不放弃 修心修行 心灵法门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 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有一个年轻人 一直得不到重用 他十分的苦闷 为此呢 他专程去很远的地方 找了一个大师呢 去询问 他终于见到了大师 年轻人就问大师说 大师啊 我的命运 为什么对我 如此的不公平呢 大师没有直接回答他 而是从地上捡起了一颗小石子 丢到远处的乱石堆中 对年轻人说 你去把我刚才扔出去的小石头 给找回来 年轻人在乱石堆中翻找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 因为他不知道 哪一颗是老人家扔出去的 因为每一颗石子 看起来都差不多 他无功而返 大师呢 来 小伙子啊 把你手上的戒指给我 拿起戒指 往乱石堆当中引扔 年轻人 去把他找回来 这一次 年轻人没有飞 吹灰之力 就找到了 那枚闪着金光的戒指 大师看着年轻人 没有说话 年轻人醒悟了 如果自己只是一颗小石子 而不是金子的时候 就不要去埋怨命运 对自己的不公平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红尘繁华 惹眼花 香槟美酒 饭桃花 一觉醒来 在医院 不知应该 把谁怨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感恩菩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